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他呢有心进献一支玻璃杯 这支杯呢是他从古人偷的 结果就在夜晚之间赏杯之时 他这杯丢了 那么他呢一琢磨不能空手去呀 总得有个觐见之理呀 打算再进京城 偷盗窃取 偷到弥压之前的东西送到剑山 有一点面子 同时呢能够受到剑山的重视 打这说 他有家里边河南卫辉府 他住在这个洪家堡 打这动身 奔京城走 到了京城 住的店里边踩好了道 夜入肃王府 肃王府啊 有小名有外号 就是神力王府 门口插二个四杆铁标签 他不知道 多得胆子 那么就来到了神力王府 祠堂以内呢 得了这么一香炉 偷完香炉 头一次 他一摸怀里没有 他疑惑自己是不是没拿呀 他又回去了 回这一瞧啊 香炉真在条案上摆着呢 在那公案桌上搁着 他一瞧你说这碗 岁也不算大 一光兴不想 这回 他的师父 把这香炉搁怀里 搁一会儿一猫 搁一会儿一猫 回到店里头 到店里头 他昨天要瞧瞧 把这香炉拿出来 打开包一瞧 不是香炉 是他在家里丢的那支玻璃杯 上回咱们正说在这儿 也就是说 他盗这个炉的时候 有人 是偷他的这个炉 还他的杯 这段书 叫《关九宫到炉还杯》 那么你听上文书 你就知道了 金谷侠关斗关九宫呢 也是河南卫辉府的人 岁数大了 要跟这红林那交接近 其实他根本不认识红林 红林倒霉 催着自己跟家喝酒 拉大话 让老头听了去了 老头心了话 说你不作案 是欢则罢了 你要作案 我就下手搅和你 那么这一路上 又未恢复老头跟着他 跟到北京城 一看他这胆子也太大 敢直入宿王府 盗取祠堂内泥金炉 这炉值多少钱搁一边 他就同摊外面泥金 实际这是宋朝的东西 价值连城 那你先甭说 他本身价值 就你待这地方 宿王府那公案上 就随便搁一什么东西 你拿走也了不得 胆子大了 但是他这一伸手 我老头一瞧 笨贼 老头有点后悔了 我知你这水平啊 我不跟你呕这气 但是呢 我这趟跟着你 也别白一根 我警戒警戒你 另外呢 我跟着你就能够 构分剑山了 你是我个引路之人 通过他的嘴里边 老剑可已然知道了 现在剑山蓬莱岛上 高人是多的 无形剑和末期雨休 云台剑和艳朴 艳云峰 这些人物都在剑山蓬莱岛 跟自己当头想的不太一样 他也得琢磨自己的一口大关刀 能不能够敌得住末期雨休 这样呢 好在是自己多少年 引记于江湖 被在江湖上露面 那么我呢 根本 不在江湖上走动了 知道我这也少了 一般人想不到我这 那么也就是说 剑山在明 我在暗 这是个有利的地方 但是对于红林红远泰 这个小人物来说 那官也没放在心上 盗炉还杯 不过是举手之劳 敢得把这杯打开一瞧 就傻了 自己想疯了脑袋 那叫百思不得其解呀 像那你就该明白了 这是有高人之所为呀 他不那么想 为什么他不想有高人 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高人 这人的能耐要到一定份上 他不认为有人能超得过他 他不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就即便有人能耐 比我红远泰大 能大那么些个吗 在我的怀里都把这个奴盗走 再把杯塞进来 我竟然盲然不知 那这个问题呢 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呀 他总得有一答案呢 他怎么想呢 他认为是闹狐仙了 胡远呆坐这 瞅这这只玻璃杯一琢磨 哦 闹门 这狐仙还不是 这地方北京城的狐仙 为什么 这是我家里的狐仙 一直跟着我呢 要把我家里丢的这只玻璃杯 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我呀 千算万算 没算这点 应当啊 我 我应该败一败才对呢 可这客店当中 你说 我应当 怎么败呢 得了 望空一败 他把这玻璃杯啊 把这捉成一哥 自己往地上的玫瑰 红 黄 白 柳 灰 还一算 头一个 就是胡迪 胡黄 白柳 灰呢 按五四 也分五方 胡属红 红属火 哎 南方 丙丁火 脸冲正南 自己 一抱拳 说大仙爷在上 信氏弟子 红林 红远太 在下 说我在家中多有冒犯之处啊 您还多多的要喊一喊 那么您无故的把我这支波的杯拿走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 这是赏完几天 现在又还给我 想必那支香炉啊 不应当赎我所有 这支杯还是归我 也行 有了这支杯 我一样能够进剑山 我就不要那支炉了 那么您不必要再戏耍于我了 我在旅途当中 不能够施以孝敬 这么办 您容我到了剑山 到剑山之后 那 英王傅昌傅宝臣 一定大大的封我一个官职 皆因为有我老师 有我老师的举荐 我不施为王侯之分 那会儿呢 我这官奉可就下来了 只要我这官奉一下来 您说您想施什么吧 我一准 送到胡仙庙去 我一准 给您买烧鸡 买好酒 说着冲着正南方 邦邦一颗头 暗中呢 侠客关斗关酒宫这气大了 都道路还飞了 他不往我身上想 他往胡仙身上想 拿我当狐狸精 我这一百来岁算白活了 小的有的 我打这你明白了 我就不跟着你了 还是没明白 你这倒让我费劲了 碰上愚人了 怎么能点话于他们 太义小这小子 把杯收好了 上床睡觉了 老头子一琢磨 那还得想着 天也就刚亮 红林红远泰呀 还没睡醒呢 就听外边吵着起来了 给他吵醒了 红远泰 穿上衣上 把门拉开 站在门口一瞧 电门这儿 就门房那儿 打起来了 红远泰还好管个闲事 迈不出来 走到窃金一瞧啊 门槛里头 门道这儿 蹲着个老头 碎着个不小了 抱着他们一口刀 刀上头呢 插着一草标 这伙计呢 往外轰他 走走走走 您这我们收不了 您这刀啊 不是做饭用的刀 我瞧着像冰刃 我们开店的图的是平安清静 收冰器干嘛呀 老爷子我们不要 不要不行 我没饭吃 我就这口刀 我卖刀 你们好歹这俩钱 留着劈盘也是好的 我这刀快呀 老头请对付 伙计还痴心眼 就不要 你们看我这么大岁数 说一早些了 那无论如何 得给我口水喝呀 买不买刀的 周计周计 我也是好的 卖刀说卖刀 要饭说要饭 您插着草标 您抱着刀 您是卖刀的 再说了 都是穷人 我们周计的过来嘛 别看您岁数大 您能抱着中这口刀啊 那就不含糊 老爷子 您别跟我这泡蘑菇了 您活动活动 老头呢 骂这伙计 伙计呢 骂这老头 俩人这份嚼着 嚼进来嚼进去呢 这洪远泰听明白的 洪远泰用手一直这伙计 他这么大岁数 再说了 倒不是我强出头管闲事 我听他这个口音呢 仿佛是我们老乡 因为老爷子是河南未恢复的人呢 他也是河南未恢复的人呢 他听这口音的像 您是不是河南人呢 老头一态头 对 我是河南人 河南地方大了 您是哪一府啊 我是卫会府 你看看 老乡 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 该找您有造化 您在这个地方碰见我了 怎么不如意呀 老头眼泪下来了 即使老乡我跟你说 要一般的陌生人呢 两性旁人也不过说这个 我家的儿女不孝顺 把鬼轰出来了 我心通乞丐 就仿佛要饭一样 我没别的 现在就这么一口刀 我呀 无论如何得把这口刀卖了 换点盘针钱 够我从北京回河南未回府 我这把老嘴巴 埋在埋在家里头 够这钱就行 我要个棺材本 红林红远泰一听 谁让是老乡 我又管这当的闲事 你们俩子顾你们俩这吵 我这叫都让你们给搅了 您把这刀拿过来我瞧去吧 老头一听 你瞧吗 你瞧你可得要 你要不要你别瞧 这多别扭 我瞧着好不好啊 好我要不好 我要他干嘛呀 那你要不要你别瞧 我这刀还不让你随便瞧 算我要 我先瞧 瞧完了我准要行不行 行行行 你瞧 老头说的话把这口刀啊 就递过来 可是红远泰没瞧起老头 敢把刀连翘接在手里的俩手一颠火 好大的分量 他一瞧 绿沙鱼皮的刀翘 古香古色 上边这个试架 满是真金白银 贺刀瓣 摁崩黄插隆这么一下 把刀推出来足有 一扎多 一看贺 这刀身足有一八顶多宽 背后日薄啊 尤其在刀瓣这 有这么一大金环 这是一口大环保刀 他一时一看这口刀不错 洗在心头 插冷一下 他把刀全晾过来 吓火一跳 哎哎哎哎 我说这老份 这是北京城您的 拿刀动脏的可不行 我说这是兵刃吧 这东西能随便往外拉吗 刘神勘先的过来 他没受您的 哎哎哎 这北京城也得讲王法呀 我什么也没干 我瞧这刀帕什么的 你们接门关 我一脚把接门给演成了 就在这门道里头 洪远太一捧这口刀 大不可舔刀头 他这么一试 喝 冷生生 请人击辅 这个刀得好啊 这老头 看着这岁数 会拿着动这口刀 相当你得问问 你那刀是谁的 您干嘛用呢 全部问 看着我 脑子里头乱了 这口刀要烙到我手里头 我仗此刀是祝我成名啊 这回上剑山我要有这口刀 我就成了 这不是天假欺骗老天爷送给我的吗 一下又膨胀 道路环背着 满了 看着这口刀 俩眼之放光 什么叫爱不释手 舍不得撒手了 左摆了 右摆了 递了这口刀 一转身顺门道 往院子里走 老头之蓝的 哎哎哎我说 你干什么去 我练你 把这口刀 在手中压 站在院子里 刷刷刷这么一捂 火力一瞧 呵这位真有两下子 住店的都起来了 干嘛 当院有练刀的还不瞧 有的起来一边竖口 吃早点 一边跟火气聊天 这怎么安排的节目上 咱们打板卖艺的 各院里来了 听说北京竟然打板卖艺的 天条啊 怎么这里的业务 我就说 你不知道 这都跟您样住店 这口刀练的呀 练得红远太 吁吁带船 鼻窝病脚 都坦汗了 怎么沉呢 他拿着稍微吃点力 他也没那么大功夫 老头在门道啊 靠墙这蹲着 老头一瞧 小子有造化 这辈子你能摸摸爷们儿 我这口刀吗 你那个坟头子上啊 就长得好耗子 他唰唰唰唰练得挺带劲 练完直喘 好刀 好刀啊 他倒是个石货的 连刀带翘 把这刀合了翘 在手里这么一捧 他就舍不得撒手了 老头大 要多少钱呢 老头说你要啊 我要啊 你要要麻烦点 我刚才我跟他说呀 让他买了去 他买了去就是劈柴做饭 当切的刀屎 那他给不了多少钱 我也跟他不矫情 饭不上跟他做 多要他也没有 要给你可就不一样了 哎一样卖刀 怎么还两样件 对了 你要不练呢 还便宜点 你这一练我一瞧啊 那这口刀你是非要不行 那我不能见卖了 一般人呢 他也耍不了我这口刀 哎这么跟你说 这口刀在我手好几十年了 我也耍不了 我家里也耍不了 所以我才把它卖了 怪沉的 留着没用 那你可不把它卖了吗 哎没想到 您的这个功夫是真好 您的力量是真大 愣能够耍这口刀 你看看 我瞧你这是练过 感情 练过 就您这狗刀 嘿 也就是我呀 换旁人呐 甭说耍 拿都拿不动啊 我走这一趟啊 都稍微的吃点力 跟您说打劲起 我就跟这狗刀下功夫了 嗯嗯 是 所以吗 我不能见卖了你 那 你俩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 我得来个官队本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可怜 别哭别哭 又是老乡 好说好说 你说出个价码来 我听听吧 嗯 给五十两吧 我在北京吃饭 接着走回河南卫辉府 到家买块地 买一副棺材 连我后边这十年八年的脚股 五十两差不多了 红远台一听 哈哈哈哈哈哈 该倒门的不是 我都怕老头子 撕得大张嘴 五百两 五千两 都不算多了 老头子说要五千两银子 我身上 我身上还真没带那么些 我只能把他 镰刀带人 扣在店房当中 今夜晚 够奔 大户之家 我给他偷刀去 他要个千八十 我当时就给他 老头子眼皮子窄 一大关要五十两 哈哈哈哈哈哈 老头子 五十两吗 多了 不多 错非是你呀 换别人 我给不了他这么些个 说着话 转身进攻 老头子跟着他 你跟着我干嘛呀 你给我拿钱呢 好吧 他也没往心上去 老头子跟着他 给他进窝了 哈哈哈哈 伙计一瞧 你还别说 哎呀 这么会儿早上起来 老头子开张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您在我们这店里 都真把您这口刀卖出去了 我们这有点提尘没有啊 你也够狠的 我在你这门道里 一共没占多多工夫 你还跟我要提尘 这跟您说笑话 行行行行 您赶紧给他拿钱 拿不钱您赶紧出去 我这就早上活多急了 赚事 红远太给拿钱 老头就在屋里里边站着 伙计在门口站着 红林红远太拿出一定银子 整十五十两 一条旁边还有一小散碎的银子 哎 也就有个四五两吧 他也给捡的手心了 双手递过去 倒头那一条这是多少 看见没有 这是一定元宝 官银 五十两整 那么这钉呢 这钉啊 是大爷我 赠予你的 五十两银子的刀劲 一个子不差 一里一毫都不短你的 那么何故要赠我银子呢 看你年迈又是老乡的份上 你身上那身衣裳呢 太脏了 也就 我闻着你身上气味都不好了 你买身好衣裳 拿着这五十两回家 你度你的残念 去吧 啊 老头呢 连大带小两块银子一桥 五十多里啊 钻在手心里头 一抱起完 哎呦 我谢谢您呐 好人呐 好人呐 照这样您积德行善 不透不摸 不夺不抢 我看你还是个有灶火的 额州 嗯 这话你冲我说不着啊 我偷了摸了 抢了夺了 我也没拿你的呀 老头呢 赚着银子 转身行往外走 新的话说了 刀先跟小子你这儿存活 就冲你给我这五两银子 娃娃 你的造化大了 足能留住你一条狗命 头也不回老头子 帮着这钱 出去了 火箭一瞧 得了 您这买卖交手 成功了 啊 也算我早上起来没白费这么些话 您怎么样 是不是准备就走啊 还是 再住两天呢 呃 我还要再住一日 火箭出去 他拿着他这口刀瞧 他一瞧 这事儿都让我碰上 香炉没偷来 但是玻璃杯回来了 拿着玻璃杯 勾奔剑衫也行 又得一口宝刀 我有利刃在手 天下无敌啊 哈哈 好 这趟北京没白来 穿穿跪 把包裹打开 一瞧 自己带的银子 去了五十多两 剩下一五一十 连银票 这么一算 足还有这么一千多两 这一路上好吃好喝 到了建山满应酬 都有 富裕 够用的了 玻璃杯那包哪儿去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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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子里头一找 睡觉都铺成一摸 嘿 这可不对 大白天的也闹贼 闹贼也不能喊呐 贼不能喊捉贼啊 哈哈 世凡在江湖上 干这个妈妈的 都有规矩 丢东西不许长吗 只能自己琢磨呀 坐这俩人之分了 哎呦 昨晚拜错了 不是家里的狐仙呐 是福地的狐仙呐 把门回去了 窗户也都关上了 扑通往这一跪 冲着邓南方 狐仙爷呀 昨晚我说错话了 我竟拜家里的狐仙 没拜福地的狐仙 这是我的不对 一会儿我就给您烧香 就给您卖烧鸡去 一琢磨 我别广拜狐仙爷了 拜四方 全拜到了 是他能想起的神仙 在这屋子里头 四面 他转着圈子的蜜磕头 他一琢磨 背又没了 我别走啊 我本来没这口刀 我胆还小点 有这口刀啊 今夜晚我还入皇府 我说着面 得偷出一样东西来 我倒看看 是神是鬼捉弄于我 有这口刀的胆还大吗 白天 他那么养精神 到晚上 浑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 把这口大环保刀 可就背在身上 顺自己这个客店的房屋当中 他可就凝身出来了 翻身上罚 构奋成墙 他住的哈德门外头 咱们老交的 当时北京城啊 就是前门外 到哈德门 就是现在重门门 外头这一片 以打磨场为中心 行中间现在叫 这一大片 基本上都是客店 因为北京是首都 外府的人来北京 有公有私 干什么都都有 所以客店的这个需求量 要远远大于其他城市 那么说现在话 就是旅馆街嘛 这一趟街上 净是客栈 他得翻哈德门 到哈德门翻那城墙 他才能进那城呢 到城墙上头 他一瞧啊 眼头了一道白线 行了 我可瞧瞧你了 甭问 无先 这又显胜 我跟着你 追着你也没别的 我问你 为什么戏弄于我 我没有得罪你的地方 要什么供奉 跟信师弟子说呀 他拿手一扶这刀瓣 往下都一塌腰 这小的真有功夫 他追着到白线 白线跑了一个 不紧不慢 不急不徐 似乎等着他 转来转去 转去转来 一会儿又上城墙了 他又跟着走 猛然间 这个白线 踪迹不见了 追丢了 他那么一瞧啊 追着追着 这白线哪去了 北京我倒是不熟 这是什么地方 自己住那客店 后墙 你看没有 是本地的狐仙不是 我拜万天换用 今儿晚上不让我做买卖 又给我引回来了 我呀 听人劝吃饱饭 别不听狐仙爷的 他还挺迷信 纵身行 胳膊一跨墙头 他那意思 腰力跌尽 双腿一飘 过院 到自己屋的后边 穿后边的窗户 他还进来 想是这么想着 胳膊头刚一跨这墙头啊 墙上这砖呢 单摆幅哥 他没使上进 他拿胳膊一压 这砖往里一歪 这要往外歪呀 他人整个都掉下去了 这块砖往里歪 忽悠闪的一件 他这手一扒这砖 旁边这块也是活动的 那块往里去 这手这么扒的 这块砖可就往这边来了 他这胳膊没吃张劲 这手也没吃张劲 唰拉一下 这人又回来了 仗得有功夫 俩脚站地 饶是这样 蹬蹬蹬 退三步 站住身形 炸杀被绑 抬头 滚桥 怎么墙上砖是活动的 我练着出来进去 这两手好几趟了 都打这走啊 二次纵身形 拿俩手这么轻轻一扒墙头 那两块砖下去了 底下这层就是拾的了 他一拾进 蹭一下 他蹲墙头这样子 他上来了 他哪也一瞧啊 似乎这砖都有点问题 他拿手啊 一块 两块 他捋着墙头 这么一走啊 好损了 整个这后墙上 一六砖 全是活的 都单摆服割 你晚上回来 甭管打哪走 你也得摔这么一下子 嘿 这个昨天还没事呢 怎么今儿这六砖都这样 这不诚心志我吗 胡贤 咱这玩笑可有点过了 这茬可老点 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没有 他拿手下意识一摸这刀瓣 心了话说 你还别让我看见你 让我看见你 我就给你一刀 哎 我也逮不着人家 吴仙爷夺得到 我老老实实回屋 他把这砖呢 挨个都摆好了 他怕犯案 双腿一飘 蹦到院里头 绕自己后方 到自己的房屋紧后边 这窗户支着 他临走时支着 他留点 跌了腰 上了后窗台 他拿手一掀 这后窗户 低头往里这么一钻 似乎就觉着 刮了这刀盖一下 赶人 进到屋里来 往这一做是惊魂未定 越琢磨自己这大的事 越不对 双手解狮子盘 往下摘这刀 这狮子盘 他得先解开 一瞪这刀 不就一块过来 一解这狮子盘 一瞪 突露一下 刀没了 这一惊可非笑 回头看后窗户 闻丝不动 纵身行 上桌 推开后窗户 探你脑袋往外瞧 真有心纵身行出去 找这后刀就又一琢磨 我要出去 屋里的包袱全得没了 我长记性吧 好损了 道炉环碑 又窃取我的大环宝刀 这会儿私有所悟了 这是有高人在旁 这位能耐比我大太多了 一吞头 他把窗户又撂下了 把屋里的灯一吹 把包袱全都拴好了 把怀里的鼻抱 往炕上一坐 他心里话说了 我拼着一宿不睡 我保住我这包袱 明天一早 结算完电饭账 我赶紧走 离开是非之所 官爷白等半宿 在外边看着他 官爷一琢磨 这小子大概长点记性 道炉还杯 把杯给他 进这戒屋结诈 卖刀这功夫 又把他这杯顺手牵扬又出来 老头子比他忙 什么意思 老头子没等天黑就进城了 大白天就入神力王府 到神力王府祠堂那儿 把这个东西搁到祠堂里头 连炉放回原住 把这玻璃杯也搁到 老头不知道这玻璃杯是谁的 反正一看这是好东西 得了便宜神力王就完了 实际呢 那王府还有一只 这神力王府又堆一只 慈雄二威 自此分了家 把慈堂门锁好了 趁着天亮 赶紧回来 老头子又回到客房 一瞅 他要动身了 这刀不能老在他身上搁着 老头心里话说 高人有的是 他保不住这口刀 我老让他拿着我这口刀 回头再把刀给我耍丢了 今儿晚上我还得拿回来 一看他背着刀又奔城里去了 喝这人这可气 城墙领他一转 城里城外一跑 最后给他领回来 老头子提前呢 就把砖子全都给抠动 老头的功夫不用找瓦刀 一块一块起 不用 就拿手愣掰 全都给掰了 单摆扶割 往这这么一割 你要白点打这窝囊 墙根底下竟亏能看出来 夜晚之间 这红远太又是个笨贼 根本就没发现 龙他低了腰 上窗台 老头也跟着他 就借着窗户 铃子这么一刮 这功夫借着劲 把刀就给他下了 老头子宝刀 物归原主 一看他 惊弓之鸟 这半宿没睡 老头也不陪他 天呀 他结算完电饭账 离开北京城 直接问西南大道 就下了 老头子一琢磨 完嘞 跟着你 就是我就跟你 勾奔四川剑山 从北京这起 金谷侠 关斗关九宫 按跟着 这翻江脚海 震八方 红林红远太 这一路上 鸡三颗银 小型叶宿 一直追到 陕西四川 两交界 追到这之后 他一瞧啊 这小子还真乖了 我这个 盗他的炉 还他的杯 卖他的刀 我又偷他的刀 他长点记性 这一路上 愣没作案 他身上带着盘谈前友啊 行 就冲你给我这 无量银子 施舍于我 哎 我不仅留你一条狗命 投你上剑山之前 我干脆现身行 点破了你 我就把你打了回家就得了 健身上少一个人 是一个人 老头子想到这儿 打算周圈周圈他 刚要现身行 跟他说话 一看呐 官道上有人动起手来了 打仗这俩人呐 官斗可不敢乱动 怎么 一瞧 一个是郑武侠 董钱董化医 一个是无形剑 和墨期欲修 二位 一口宝剑 一对良天使 打起来了 官爷一瞧 这是乃初 嘿 这不错 我打算上剑山 仿这墨期欲修去 哪知道董钱 先跟他动上手了 啊 董钱那两下子 可不含糊 默期欲修可够呛 当年年轻的时候 在一块也难说 我们这个人 谁强谁弱 我看看 嗯 什么时候老董 就玩什么剑了 嘿 这剑使得不错呀 我一直听说 他年轻的时候使鞭 后来岁数大 把鞭给徒弟了 他就没冰认了 怎么 又会使剑输了呢 老头子看着高兴 引住身形 他离得挺远 瞧二人恶斗 打着打着呀 默期欲修身后的小主坡 转出一人来 手捧日月五行轮 暗含尿 行刺于无形剑 金武侠 关键可这么一瞧 倒霉了 这孩子是个倒霉催的 我瞧你这家伙 跟你这个手法 你就不能够成功 那无形剑可多高啊 哎呀 不死带伤啊 离得太远 也救不了啊 翻身舵子脚 一脚把司徒浪踹躺去 拿花一寒刃正古侠董钱 老道插双尺 是扬尘而去 走了 小主坡后面又转出一个来 一看老头子又还宝剑 哦 感情是借剑对尺 宝剑是这老道的 这俩孩子是谁啊 我这多少年不在江湖上走动了 也认不清楚 得了 我瞧瞧董钱怎么样 董钱交代几句话 追老道去 官爷一瞧你这可不对 眼看着 为你受重伤的这个人 他有性命之忧啊 你怎么能不救呢 你怎么就走了呢 打这筋骨侠对董钱有点意见 数十载未见 我这头一回见你印象就不好 怎么头一样说 跟人家老道动手 就拿出真实本领来 借口宝剑就栽了 暗含着埋伏人 还没把人算起了 人家含着完你走 你把他喊住 接着跟他干 再说了 我能瞧着呢 你真跟老道打斗 难解难分 或者说 出于下风之时 我亮我的大环刀过去 就是 今儿个 就把老道给除了 建山 建山就完了 那多省事啊 你要让老道走了 你要不管你自己的人 这身受重伤要死了呢 哎呀 这个人岁数大了 老糊涂了 官爷瞅着 他心里都憋着 官爷暗含着 跟着南侠 他一瞧啊 明白了 他一瞧 赶上这位啊 高明的大夫 一直把司出朗 带到了建州以内 小课店 施行手术 让伙计一抓药 老头子暗含着 他们一访查 才知道 这就是明晚江湖的 南侠的司马空 挨打的这就是 九尾宗一司徒朗 他要在这司徒朗 死不了算活了 活了可是活了 他们在建州 这儿吼什么呢 在小课店里 九尾养伤 感觉他顺北京 这一路下来啊 也听说了不少 钦差 这回 购奔四川镇梁的事情 一天多两天多 三天头上 钦差来了 他这才明白 感情是等殿钦差呢 关老爷子一琢磨 要是有钦差在这儿 那是建山和镇谷侠都得来 我看看吧 果不出所料 老头子暗含着 就在建州的这个周牙以内 一埋伏 整杆上 三峡拿刺客 红铃一失失手 拿住俩跑溜了 这六个人走了 大家伙把玻璃厅里边的灯光给点亮了 正在商量捉拿 知周黄国英之事 房上来一个人 口宣佛号 正是无形剑和末期欲修 摆一队梁天尺 公然 跳下房来 是要刺杀 钦差年龙咬 这个胆子太大了 关于 手情 大环保刀 防火以上 引住身形 定睛官桥 一看 无形剑和末期欲修 这能力大了 一队梁天尺 恶斗群侠 竟然扑落下风 眼看了这一尺 点在二侠的侯杰尖头之上 把二侠的侯杰给点躺下了 身受重伤 再有一步就够的清开了 自己这才亮自己 大环刀 心的话我下去 对不住你 无形剑 你说我偷袭也好 行刺也罢 我从你背后给你一刀 先功敌自救 你顾不上 钦差转过身形来 我再跟你打 老头子亮刀 刚要下去 有人说话 哎呦 我这腿卖高了 怎么会一步走房上呢 老头动作快 刀又回去了 往下一蹲身一瞧 懂钱到了 嘿 冤家路窄 俩人在大道边没打够 又跑这练来了 我再瞧瞧这回你怎么样 群侠还猎 互助钦差 就是这二位在当院一场恶斗 两把坏子 占一队梁天使 一会打一根 一会打一根 官爷就运气 心里 你懂钱走了 打在川山两交界 滚道上 我就从你不地道 这么大的名望 老人物怎么越连越回去了 弄把坏子跟人家这穷对付 一会打一根 一会打一根 你也打不着人家 哎呀 老道该找你露脸 两次都懂钱 懂钱 都够没出息的 但是 群侠各吃 宝兵人 月月欲视 虎视 单单 老道瞧出来了 不对 老道一丽丝掉走 官爷也瞧出来了 官爷一琢磨 这会我要下去 双战 无形剑 加上群侠之力 默契与修 死了 但是 我成总钱了 成人之危 不说 太不光棍了 赶老道 非身形上防 正在关斗眼前了 关斗这会儿要亮刀 或是接腿 或是来腰 那无形剑 才得说防不胜防 也大 官爷能耐大 一般的人 无形剑个不怕 这是剑可言 无形剑个也没想到 这能有一个人埋伏着 自己一时 心一软 没亮兵的 跟着王起 战身行 铁球到眼前了 董钱 抖手给老道一铁球 老道走过这铁球 铁球偏了 跟关斗打来了 关斗一瞧 董钱 你这可成心了 你这不错啊 追着老道打着我 老道没瞧见我 你瞧见我了 喝 你脚的你怪不错的 把刀往身后一背 伸手一让这铁球 借着这铁球去劲 往手里这么一抄 他快 老道没回过头来的 董钱没上来的 谁也没看清楚 把铁球抄手里的 对不住了 董老哥 咱俩人不过玩笑 不能闹理性 岁数也大了 干嘛去呢 玩呗 日后就凭这铁球相见 咱俩友的说了 我先卖你 默契一秋一人情 他打你一铁球 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 日后见山相见 我问问你 我是你救命恩人 这事怎么说 可是你说你躲过去了 我不能说你躲过去了 我就说我把铁球接住了 到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 一时兴起 抄铁球往下这么一扶身 跑了 默契一秋回头吓一跳 默契一秋两天 只把铁球给引出去 转过身形来 你听见当当一声 那铁球落房马上 能没响吗 没响 回头看白眼一晃 又有人把铁球给抄了去了 干 栽了 小小的铁球我不会抄吗 你把铁球抄走 我知你一人情啊 甭管是谁日后拿铁球相见 这不是要命 我平白大意人情 有心摆双齿追铁球 又一琢磨董钱难缠 我走吧 和自己的双齿往下一踏 要他走了 董钱上房一瞧 这也走了 这也走了 栽了 一球打不着 老道这个挺有可原的 我上房这把铁球抄住我 我现在编给徒弟了 两把筷子打完了 就一对铁球了 这又丢一个 还剩一个 我就吞着玩了 练一辈子成狗熊了 哎呦 要了我的亲命 有心追铁球 老道难缠 再入了 钦差的公馆 哪个能敌 有心追老道 生人可恨 抄走我的铁球 要是前辈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还好吧 哪怕不高于我 董钱跟我平着份 岁数差不多 当初年轻时行走江湖就跟我过玩笑 好离戏 这还能见面 比我大的没有了 我都一百多了 江湖有多少我们这岁数的人呢 谁呀 哎呦 有心追老道 要舍不着自己的铁球 非得追这把铁球要出来 那铁球是几 这个是功 不能因私而废功 还得追老道 董爷这么一打烂的功夫 懒得再跳下来 跟群霞相见 往前一塌腰 董爷爷走了 追老道去 群霞 除了保护大人 剩下都上房 怎么回事 不知道 您没瞧清楚 不是 我根本没上来 我不是没瞧清楚 我要上来 我能瞧不清楚 行了甭吹牛 下来 年轻天一瞧 都走了吧 哎 料然无事 老道能力再大 他刺杀我 他也不成功 全仰仗的重 您别说 刚才我们大伙打老道一个 您没瞧见 就这样还身受重伤 哎呦 二侠子你们快看 还是南侠子爷过来 把二侠子抄起来 一给浩墨一看呐 老道下手还真有嘴 真一尺 没拍在脑袋上 点在肩头 别看身受重伤 但是性命无碍 也搭司徒朗那屋去吧 天也亮了 秦柴下令 去 把秦柱那俩贼人 带过来 然后找黄龟 一体严拿 小弟兄倒入一桥 上两根绳子 后窗户开着 您琢磨琢磨 那注意力都在老道身上 无形建国末期 秦柴这一露面 谁不害怕 大伙都围在了 秦柴的面前 怕秦柴有伤 几位小弟兄 看护三宝 不敢错离半步 这俩人又捆着 在屋子里头 可就顾不上了 有人顺后窗户进来 借着老道 头立捣乱 把绳子拉断了 已然 把仙人手 玲珑手 鹿鹰丁兽 两个人给放走了 顺后窗户 亡命而去 那拿黄国英吧 黄国英踪迹不见 大伙这时才发现 整个周牙公馆之内 连一个下人都没有了 剩下的全都是 钦差跟前的人了 除了钦差自己带来的效益 本地建州一个兵都没有 什么事业呀 下人的 厨子老妈全走了 感觉这都是黄国英一打 黄国英一看 行刺不成 连吴行剑跟末期雨休都往命 那还不走 这小子机灵 顺着暗道带着自己人 早出建州以外 这个也在预料之内吧 这才有年轻差下令 派人顺地道往下追 看看地道出口在哪 知道不能够追击而返了 那么也就是下通缉令 通缉他们就是哪逮着哪杀吧 这建州没支州了 这还麻烦 自己还走不了了 自己现在要走了 这一大摊子公事给谁呀 还得往京中递折本 就近找后缺的这个官员 赶紧来到建州补缺 这里有官啊 不能派一个来 自支州以下各级官员 全得派 现在是空城一柱 这还得出榜安民 告诉老百姓 现在有钦差嫁多建州 代理名词有办案的 可以找钦差直接办了 这年钦差呀 坐这走不了了 大伙一瞧 那也没办法得陪的 一天两天三天 到第四天头上 有人激动唐武 咚咚咚咚咚咚 牙蚁三班出去 用手一指鸡汤骨的人 什么冤枉 面见钦差 问你什么冤枉 没有冤枉 告诉钦差有机密事回禀 我是从建山蓬莱岛来的 这家伙 明着说自己从建山蓬莱岛来的 那你可见不了钦差 见面你要给钦差一样怎么办呢 先见见各位委员吧 随行委员办钦官 禀告给各位 让各位出来瞧瞧吧 这位一听 那也行 要见随行委员办钦官 我得点 随便出来人不行 我说你还要挑人 对了我要挑人 你挑谁呀 要么是同林同海川 要么就是侯二爷 侯二爷你见不着了 这位一听怎么着 侯二爷我怎么见不着了 身受重伤了 这位一听 呱唧一声 圆不脸给长不脸 二物很累 那意思要哭啊 我稳来一步 踏到人家 身受重伤吗 不错 您要见同林倒好吧 同委员 这就出来见 好吧 那您把同委员请出来 我有话 当面言解啊 一层一层往里回 回到了 钦差面前 钦差一听啊 钦山蓬莱岛的人 公然到了 钦差公馆要面见 与我士敌士友 尚未可知 本钦斋我是见的 见不得呢 大伙一听 您直接见可不成 他万一要行刺于您呢 那么先让我等去见 好吧 那你们哪位分心 替我见见吧 报事都说 不能都去见 人家挑人 中外侠客一听 这个可有点老 这参 他还挑人 他挑谁啊 他挑两位 要么是侯二爷去 要么是童侠客去 侯二爷去不了了 侯二爷身上带伤了 那能休养呢 海川你来一趟吧 童林一琢磨 行了 那我来一趟吧 人在哪呢 就在公馆外面 投钱带路 有牙医人等 投钱带路 同海川后面 跟他一前一后 来到门口 一看这个人 就在门外站着 是童林 抬头 定目 观桥 一看 外边站着这个人 身高足在 七尺开外 身上穿 一袭松衣 下面高大 往腿白袜 往他脑袜上看 二指宽 皮带的 勒着这么一个月牙 莲子巫 脸上这么一条 挺白净的一张脸 这人同龄认识 原来是黑脸 脸上净滋泥 怎么这人改白脸了 比原先也胖了 往那这么一站 看年纪足够六十上下 比他大得多 童林认得他 他也认得童林 童林这才高声喊叫 哦 原来是你来了 难道你身头在 剑山蓬莱岛吗 这个头脱僧人 双手合十 哎呀 童师叔不错 我身头在剑山蓬莱岛 就请师叔 因我相见钦差大人 我有机密事回禀 童林一听 好吧 你随我进来 可就把这个头脱僧人 带到了钦差的面前 面见群侠 群侠当中 大半都认得此人 一看此人 不由得大吃一惊 此人是谁 三分钟 还有三分钟 哎呀 我这表可倒点 我不能按您那表说 这表慢了 那我不管 按说是不能说 这是名扣 就得说 这个说书说的这人 这儿不能往外说 我们说书的规矩 还不能卸扣 但现在说书呢 没有扣 都是名扣 因为回家您上网一点 雍正建侠图 柴子一出来 您一看 您就知道是谁了 这人出来可了的 含辛如苦 自三月三亮标会以前 因为挑户 赶虎代西圣标军 被打 这才被 侯大爷侯二压 隔退标行 正是那你腿曾张望 二次出事 好 张望 今次出事 与爱 靠 quizz 产 眉